好一会儿认真地检查 守卫将所有的药物一一登记了 这才问 姑爷 这些药物是 东西检查完了 自然还要问用处的 江辰心下大怒 可是脸上却还是保持着静默温和的浅笑 夫人病了 大小姐说取些药给夫人补补身子骨 守卫点了点头 恭敬地打了个请的手势 这才放行 辛苦了 江辰礼貌地点点头 心下越怒 脸上的笑句越是温和 奈何再温和 终究都笑不出那温文尔雅的气质来 他并没有往主社去找姑媒婷 而是直接去了姑夫人那儿 主社这边 影子后脚才迈入大堂 姑媒婷前脚便追了进来 气喘吁吁地看着影子 大小姐 有事 影子不解 顾太医也走了出来 影子顾不上那么多 一见顾太医便先将药递上去开心的道 老顾 你要的全在这里 我还偶遇了一样好东西 你猜猜是什么 顾太医一眼就看得出药篮子里有哪些药 全在这儿了 关键在这儿呢 血灵草 还是新鲜的 咱主子运气真好 影子说着 立马从背后 养起那株血灵草来 顾太医见了 顿时一拍手 一跺脚 好 好 太好了 好东西啊 新鲜的 赶紧倒了 让主子服用 影子积极说道 这血灵草 他当然认的 是稳固内功极好的宝贝 主子吸取了姑家主的内功 如今又吸取了姑夫人的内功 若是能稳固了这两道内功 化入丹田 不管对主子的内功修为 还是对主子一身的经脉气血 都有极大弊异的 顾太医当然知晓这药效 而且这药越是新鲜 药效越强 两人都忘了 姑大小姐还在一旁 急匆匆的便要去导药 你们等等 顾眉婷突然大声喝止 顾太医和影子起起止步 这才想起姑大小姐还在这里 你去吧 我来应付 影子低声 转身走来 顾太医 你等等 关于内药 我有话要说 顾眉婷却很直接 顾太医眼底略有个一抹不安 却也不得不止步 她非常清楚 这血灵草 不仅仅对内功伤者 有极好的疗效 就是对染了风寒的小娃娃 也是极有弊异 若是染了大风寒 高烧不断的孩子 一旦服用这血灵草 必是力三剑影 立马就恢复了 而且未被完全消化的药效会被储存在丹田 若是这孩子将来修内功 药效便会被激发扩张丹田 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大小姐 这药难不成有问题 我可是当着你的面去走的 影子淡淡地说道 大致也猜到了顾眉婷的来意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药她绝对不让 当然没问题 这是 顾眉婷说着 看向顾太医 顾太医 你也知道我娘如今的情况 她的身子骨本来就不好 如今又为了救北越 若是 顾眉婷欲言又止 顾太医却一下子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方才一门心思都在顾眉婷那染了风寒的儿子身上 倒是忘了姑夫人也在伤着 这血灵草对姑夫人来说绝对是救命的宝贝呀 顾太医正迟疑着 影子却低声道 她若是心疼她母亲 就不会让江臣走了 我明明看到 江臣都到门口了 影子 不管怎么说 是姑夫人救了主子 人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这药若是再不让 说不过去呀 顾太医意识低声十分为难 主子也需要这药 机会这么难得 保不准主子服了这药就醒了呀 影子还是坚持着 舍不得这么好的宝贝 影子 虽然姑是救主子是有目的的 可是看在姑夫人的面上 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呀 若是主子知道了 也必定会怪罪的 顾太医又劝 姑没听见两人窃窃私语 顾太医 你可别误会 这断然不是我爹娘的意思 是我这个当女儿的 想尽尽孝道 所以 也不怕你们笑话 就直接来求了 孝道 影子立马冷笑 这个女人若是知道 什么叫做孝道 当初姑家主 迟迟不出山洞的时候 就该把她丈夫推进去了 可是呢 姑是内宫排得上号的 一个大男人 却至今都不敢在这主舍露面 影子 这东西 让了吧 竹子也不一定就是需要这个东西 姑没听都这么说了 再不给 他们岂不成了忘恩负义之辈 影子也明白这道理 深吸了一口气 狠狠地道 给也是我拿过去 谁知道落在她手上 会不会偷偷给她抱别儿子呢 影子说着 立马夺过顾太医手中的血灵草 虽不满 脸色还是同姑梅婷摆着客气 她一本正经党 姑大小姐 千万别这么说 是我一时心急 我家王爷 就是忘了姑夫人 也受伤了 夫人是我们的恩人 别说是这样 就是要影子的命 影子也一定送上 姑梅婷大喜 这要伸手去接血灵草 谁知 影子却又给收了回去 大小姐 走吧 我亲自送过去 姑梅婷皮笑肉不笑 原本还想着 让江辰拿着血灵草 去笑笑嘀嘀嘀的气呢 无奈 只得捅影子一捅过去 然而两人才刚刚进门 一阵大风便迎面吹来 姑梅婷止步 九居海岛 对海风非常敏感 这一嗅 海风的气息变暗惊 这场飓风 估计不会小啊 影子并没有放在心上 匆匆往东乡而去 然而还未进门 便远远听到孤君的训斥声 训斥的不是别人 正是江辰 什么事都磨磨蹭蹭 磨磨蹭蹭 你知不知道这一回你的迟到 险些伤了两条性命 江辰 既然我允许你进孤氏这门 我便没有教你当外人 当初教你内功 同交给北越的一母一样 可是老夫现在告诉你 如果北越不是伤在心口上 他如今的内功至少比你强十倍 你知道十倍是什么概念吗 孤家主怒斥了许久 却迟迟没有听到江辰的反应 没有辩驳也没有认错 甚至是应一声都没有 反倒是时不时传来 姑夫人虚弱的劝说声 好了好了 老爷 陈儿也就是有事情耽搁了 这不马上就赶来了吗 陈儿 不怪你 没事啊 远儿有人照顾着吗 别都到我这儿来了呀 下人看着 我不放心 姑媒婷看了影子一眼 有些尴尬 听父亲没有在吗 这才走了进去 娘 你没事了吧 都怪我 不知道江辰在远儿那儿 还到处找 姑媒婷一脸自责 他哪里是没有及时找到江辰 只不过是花了好大的力气 耽搁了好一会儿 才说服江辰去救人的 没事了 没事了 远儿呢 好些了吗 姑夫人又问 话题转移到外孙身上 每每孤君发怒的时候 那小外孙便是江辰和姑媒婷 最好的挡箭牌 姑媒婷正要开口 江辰却破天荒地开了口 好些了 还未全好 就怕又复发 华大夫这一回用的药 似乎见效还不是非常快 那烧退了吗 姑君果然非常心急 退了 只是还睡着不行 怎么吵都不行 江辰有道 姑媒婷狐疑着 儿子不是早醒过一次了吗 华大夫 你赶紧再去瞧瞧 要不让顾太医也一起去瞧瞧 北约那儿已经稳定了 顾太医也走得开了 姑夫人说着 看向影子 影子并非不喜欢小孩 只是太讨厌这一份份 过分夸张的关心 她避开了姑夫人的问题 直接取出血灵草 夫人 这是我刚刚在库房 替主子炫耀找到的 对你的身体很有弊意 顾太医让我送过来给你服用 血灵草 华大夫立马大惊 库房什么时候有这个东西了 这 这可是几十年 都难得一见的宝啊 是吗 怎么说 江辰联盟问道 华大夫欣喜不已 想都没想直接回答 这东西 不管是对伤者 还是正常的习武者 不管是老人 还是少年 小孩 都是极好的 因为自补之药 多伤者 有顾气养缘之功 多习武之人 可粗内功修炼 事半功倍 若是小孩子 尤其是因风寒 而高烧不断的小娃娃 效果更是立竿见影啊 这话一出 影子立马不安 江辰却是笑得温和 看样子 影师尾真是遇到好东西了 姑没停的注意力 全在华大夫后半句话上 看着薛灵草 一脸复杂 姑夫人却喜出望外 太好了 太好了 华大夫赶紧把这药 送去给月儿服用 姑夫人这话一出 影子立马要怒 可是怒归怒 在这样的场合里 她能怎么样呢 东西虽然是她找到的 是她送过来的 可是那终归是姑家的东西啊 而且她已经送给了姑夫人 姑夫人要如何处理 那是姑夫人的事情了 姑夫人要让给一个六岁的小娃娃 难不成影子要去跟一个小娃娃抢 不仅影子为难 华大夫也为难 但同样没有劝说的余地 华大夫如果要劝 要怎么劝呢 说小娃娃的病不碍事 说姑夫人的伤要紧 要知道 那六岁的小娃娃虽然是小病 但是在江臣夫妇眼中 在姑氏夫妇眼中 那可是大事啊 华大夫没有那么傻 在这个节骨眼上 却得罪江臣夫妇 她选择了沉默 见华大夫不说话 影子唯有把希望寄托在了 姑家家主姑君身上 可是姑君正要劝 姑夫人便捂住了她的嘴 我不碍事的 给远儿吧 趁着新鲜药小强 这对远儿将来修姑事内功 必定也是有弊意的 夫人 难得遇到这么好的药 你这身子骨伤不起啊 姑君一脸为难 老爷 远儿还小 你总不能让我这么一把老骨头了 还跟咱远儿争吧 那个小娃娃还病着呢 至今没有醒 万一要是烧坏了 那可如何是好 姑君知晓妻子的脾气 加着这里由抛出来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了 影子在一旁干着急 想开口 却没有说话的余地 她狠狠地朝江臣夫妇看去 这时候 最该说话的 就是这对夫妻了 他们若真有孝心 必定是坚决地拒绝 姑夫人让药 他们才有说话的地位啊 可是江臣早就低下头 只当什么都没有听到 而姑媒婷也沉默着 一言不发 就连看都不敢看她母亲一言 这时候 影子恍然大悟 这就是一场诡计 早在江臣在库房 看到她手中的血灵草时 江臣就算计好这一局了吧 否则一直沉默 就连被姑君破口 大骂都不开口的她 岂会突然开口 问华大夫这血灵草的药效 她是故意让姑夫人 知晓药效的 故意让姑夫人 让药给她儿子的 这个虚伪小人 夫人 姑君还想要劝 而姑夫人 早将女儿女婿的反应 看她眼中 心下无奈道 华大夫 赶紧把药送去给远儿吧 趁着还新鲜 是 华大夫虽然纷纷不平 却不得不领命 而直到华大夫 接过血灵草药走 姑没停才敢开口 娘 远儿其实也没什么大碍 这么难得的药 还是留着你服用吧 姑夫人撇了 仍旧沉默的江臣一眼 只扬两手 我累了 你们都回去吧 影子 好好照顾北院 我能下床了 就过去看她 姑没停没有再劝 装作一副为难的模样 楚楚可怜地 看向她爹爹 姑君无奈地叹了口气 意识挥手 使一众人退下 江臣头一个便要走 影子快步追上 在她身边 不屑地冷哼一声 呛在最前面要离开 谁知 江臣却是低声 英顺 承让了 这思 影子气上心头正要转身 却终究还是忍了 身影一掠 立马就走 她若是不赶紧走 都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一回主射 影子砰的一脚 踹开大门 惊得顾台一连毛从内屋走出来 怎么回事啊 气死老子 江臣夫妇太阴险了 影子怒声 气没地儿出 直接一拳重重地击在大门上 立马击出一个大窟窿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刚刚不是好好的 顾台一不解 要是影子亲自送过去的 还能有了什么差错 影子这才气愤地将事情始末 倒给顾台一听 顾台一听了之后 意识满脸上红 怒气冲冲 你说说 江臣是不是故意的 他一定是早就知道药效 所以才故意让华大夫说出来的 最可恶的就是姑夫人 我看呀 他压根不是什么慈母 就是个烂好人 意味地对江臣一家子退让 他怎么就不想想 那要物对咱们主子 也大有弊意啊 他要让 也应该让给咱们主子不是 影子越说越气愤 顾台一听的怒火攻心 不停地捋着心口 那可是宝贝呀 白白就这么 哎 早知道就不让了 早知道 早知道 早知道就不来故事家族了 影子都气疯了 顾台一不断摇头 喘息 活了一大把年纪 见过的人不少 却真真是头一回 见识这么不要脸的夫妇 更是头一回 见识了这么袒护的好母亲 老顾 你开个咬蛋 蛋凡有用的全裂下来 我现在就去搬空苦房 看看他们还怎么抢 影子愤怒道 顾台一白了他一眼 影子啊 我们终究是下人 江臣夫妇再怎么着 至少现在也算是半个主人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若是不明白 还能让那宝贝落在他们手上 影子不悦当 影子啊 我们现在就缺一个身份 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只要主子醒了 只要主子接手故事 咱们就有说话的资格 就什么几日 人了 顾台一语重心肠的劝道 人 灯主子醒了 第一件事就是要江臣一家子给扫地出门 气死我了 影子连连叹气 然而就在当夜 影子和顾台一快要睡了的时候 华大夫却偷偷来敲了门 华大夫 这么晚了 顾台一话还没有说完 华大夫便偷偷递上一小碗血色药汁 顾台一看了一眼顿时惊诧 这 华大夫 使不得呀 这正是血灵草捣碎了熬成的药汁 少说也有半株血灵草的分量吧 华大夫居然偷偷送过来了 若是为别人知道 他得御用大夫 可别想当下去了 顾台一 这是夫人悄悄吩咐的 要在我手上分量多少 就咱们自己看得出来 夫人说了 这件事谁都不准说 华大夫低声道 顾台一心头顿暖 看着药汁迟迟没有结 顾台一 赶紧趁热给少主服用吧 夫人她 长辈难当啊 大小姐毕竟是夫人的亲生女儿 那孩子是亲亲的外孙 老人家总是疼娃娃的 又爱着江臣的面子 所以只能这样啊 华大夫不需要多解释 顾台一都懂 华大夫 夫人真是何必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大小姐的心在谁身上 夫人应该最清楚了 夫人这 这一而再的退让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她怕了江臣呢 华大夫连连摇头 顾台一啊 就算姑是如今无人能敌江臣的内功 堂堂姑是家族 也不至于怕了一个江臣 只是 大小姐再怎么着 都是夫人和老爷的骨肉 他们若是不忍着江臣 万一这婚姻散了 吃亏的还不是大小姐吗 损的还是姑是的面子啊 顾台一明白 大家族最重视的莫过于这张脸了 就算是姑夫人有再多的苦 也只能替姑媒婷着想 也得替姑氏 顾着这张脸 断然不能让姑媒婷 败坏了姑氏的名声 代烧主谢过夫人了 顾台一旦旦的道 这才结果要知 此时 风意越吹越大 顾大夫没有多停留 匆匆就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